目前荷兰已经明确战队美国 宣布加入美国阵营 对先进的光刻系统出口进行限制 荷兰表示这是为了他自己国家安全考虑 现在美国联合荷兰日本已经达成了协议 对DUV光刻机进行限制 当然日本对光刻胶也进行了限制 即便是旧款光刻集中的先进制成产品 也被美国进行了限制 虽然在国内我们哈工大公布了一项 高速超精密激光干涉仪的研发成果 但是国内仍然不具备生产先进的光刻机的能力 就说我们自己能生产出光刻机来 也要对别人落后很多年 光刻机是做什么用的 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之一 它是制造芯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个部件 是吧 它呢还能用于封装 还有LED制造 可见光刻机这一块还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原来有些人的论调 它哪里不合适的 第一呢 科技的研发只能靠自己过度的依赖进口 就会被别人卡脖子 我们以前总说啊 等我们国家有钱 有钱我们就能买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人家不卖给你怎么办 你有钱人就是不卖给你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 美国对于科技的封锁 表明对中国崛起 美国是不允许的 美国这个国家吧 说实话 它允许你吃得上饭 允许你吃得饱 但不允许你吃得好 更不允许你像他一样吃得那么好 所以说呀 对这个 有些人来讲 认为跟着美国能怎么样怎么样发展 我感觉那还是个梦 第三 我们应该丢掉既希望与美国回心转意的幻想 加大我们自己的科技研发力度 以前啊 有段时间 有人呢会希望说美国过了这这就行了 过了这这 人家他更新换代也完成了 他旧的就能卖给我们了 或者说呢 我们再多加点钱 我们把和他的关系呢 进一步密切 他就能卖给我们一点核心技术 那你是痴心妄想 美国不会卖给你的 第四 正式确立我们与美国的竞争关系 应该取消 亲美 媚美心态与意识 这个很多 所谓的公知啊 都有 我看有的时候我们做点视频 下面 那评论里就好多人 有人就说了 说你看我们国家发展这 多少年是不是就是跟美国关系好 这多少年 这个话是这么说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 他允许你吃得上饭 是吧 允许你吃饱 但就是不让你吃好 你吃好了不干活了 你吃好了有能力和他竞争了 所以说呀 在美国人眼里 其他国家的人都是他的打工者 或者说都是他的奴隶 他想剥削谁就剥削谁 这也就是说 如果你就说 养足心态 那你就感觉还是和美国混好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那你肯定就 一步步要脱离美国 一步步呢 把自己发展起来 第五 应该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 以自身的实力赢得伙伴 这个东西啊 咱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 那是显示意见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即使国际局势变得复杂 我们先不要着急 我们还有一段缓冲时间 在这段缓冲时间呢 我们好好的准备一下 还是重点呢 发展自己的实力 你有实力才会有伙伴 你干啥啥不行 你想谁来帮你 谁愿意和你在一起 那肯定没有嘛 所以说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感觉我们首先要 去掉的就是 妹妹 亲美心态 是吧 你看眼看不可能的事 你还非要去干 你像咱说吧 你就是亲一妹妹 她也不拿你当人啊 她高兴给你扔块骨头 不高兴啥也不给你 你不白辛苦一场 你自己还发展不起来 你想自己发展起来 你首先就要有独立自主的意识 这啊 是我就说做这个视频 咱说咱人为言轻的 咱说了没几个人看 是吧 但是呢 有几个人看 能同意咱们的观点 我感觉呢 这就是我们对社会 做出的一点贡献 一切AP 这就是我们的 我感觉到 很重的 优独播剧场